欢迎回到台式五件新闻 您听过植物发出的声音吗 以色列一项研究发现 植物在缺水或者是要被剪断时会发出声音 科学家透过仪器把声音录下来 并且把植物发出的超音波 转换成人类听得见的频率 大大声作响 这不是杂讯 而是来自植物的求救讯号 以色列科学家研究发现 植物在面对某些恶劣状况时 会发出声音 科学家用仪器录下植物的声音 当它们停止浇水或修剪枝条时 植物就会开始发出声音 不过因为植物发出的是超音波 人类的耳朵无法听见 需要透过特殊处理 科学家利用多种植物做实验 像是番茄 葡萄跟小麦 发现在相同的状况下 发出的声音也不尽相同 不同于人类 一些昆虫跟哺乳类动物 像是飞蛾或蝙蝠 是能够听见植物的超音波 植物发出的声响 是否能够吸引它们来帮忙授粉 成为另一种沟通模式 是科学家另一个要研究的目标 张永腾编译